第一个系列叫做静白的真相 还没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 跟你讲个故事 那我今天要给你的头脑清醒一下 给你们一些IQ的问题 你如何让一只水牛 听好啊 你如何让一只水牛 你跟他讲一句话 只要你跟他讲一句话 他就冷得会跟你笑 水牛哦 然后你再跟他讲一句话 就让他哭 然后再讲一句话 让他跑掉 有办法 想一想啊 故事是这样的 有位牧师 他到乡下去 当刚蹦刚蹦的牧师 然后他就要 应很多的那些乡下的 相亲父老来听到 来做不到位 然后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就做一个很大条 不调 写着什么 你如何令一只水牛 笑令他哭 还有令他跑 懂得的人牧师给讲经百人 哇大家都围观 大家都来看 大家用很多的方法 来刺激这个牛 给他东西吃 去让让他笑 有的人用哪个刺 刺他让他跑 都不跑 没有反应 然后 有人就说 待当中有人说 哎呀 牧师你骗人的 都不能的 不可能的事情 刚才我们讲 不可能的事情 OK 然后牧师 那你能够的话 牧师你示范给我们看 牧师 那个牧师真的跑到 牛的耳朵 轻轻讲一句话 他牛竟然真的笑了起来 然后大家都很好奇说 牧师牧师你到底讲的那句话是什么话 竟然能让牛笑起来 好了 大家都不会嘛 知道吗 然后牧师就 就快读 就告诉他说 其实我跟那个牛讲 当牧师很辛苦的 又要牧养 又要加班 薪水又少 还要什么东西都做 好像做牛做马这样 当我讲完这句话 那个牛就开始咬起来的 OK 然后牧师继续来示范给他看 在牛的耳朵讲一句话 那牛就开始流远背骨 哭了起来 然后他就很好奇说 牧师你到底跟那个牛讲什么话 为什么他会哭呢 牧师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我在牛的耳朵 然后下早上他们讲 我就是那个牧师 牛就同情我 开始哭了起来 然后第三 第三个 牧师就在牛的耳朵 轻轻讲一句话 那牛就跑掉了 大家都很好奇 到底讲了什么 让牛这么轻狂跑掉 你知道 你知道牧师讲什么吗 那个牧师跟他讲 那个牧师跟他讲 现在我要你当那个牧师 牛就笑了 笑跑掉了 就跑掉了 就跑掉了 谁是笑话 在讲什么 然后讲明是说 这个是我自从另一个牧师听来的 他说 就是说 他讲 讲是什么 讲一个话 做牧师不容易的 扶持神也不容易的 所以 当你有机会扶持神 感谢神 你不要 这是你的privage 你的荣幸 因为你有站在扶持的感位里面 所以 你们有效的 请你不要跑 OK 来 回到我们的主题 感谢神 你看 今天我没有特别的安排 也没有故意的 今天的经 每次他们 你们每个礼拜来 聚会前那个经文 不是我设计的 好不好 都是我 教会的那个行政 他们去找经文 每个礼拜都找一些经文来读 今天刚好这个经文 一模一样 就是我要讲到的 一个 的 经文来的 感谢神 这个特别的安排 如果你有圣经经理打开 约翰福音第四章 二十节到 二十节到二十四节 大家跟我讲 耶稣教如何敬拜 耶稣教如何敬拜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二三 我们的祖宗在这三三礼拜 你们早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人 耶稣说 夫人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三三 也不在耶路撒人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由太人出来的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 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 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阿们 圣经讲 耶稣 你看啊 耶稣讲得到 在三礼拜的福祀里面 祂也教导人家如何敬拜 如果要讲教导真正 亲口教导的 耶稣除了教导 祷告之外 耶稣也教导敬拜 可见敬拜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每一个基督 上帝要我们给敬拜 而且我可以让你看到 耶稣怎么看上帝的家 当在圣殿里面 那些人在做买卖 卖鸽子 卖牛 卖羊 来献祭给上帝 搞到上帝的家 圣殿 乌冤 乌军的时候 耶稣很生气的 搬倒所有的那些 买卖之类的 那些物品 然后呢 用鞭鞭鞭鞭赶走他们 然后讲一句话 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所以你看到 耶稣对敬拜 对神的家那种的 那种的火热 нужен 今天 耶稣教这个妇人 说 如何敬拜 我们来看,圣经跟我们讲什么啊,圣经我们来看啊,原来啊,敬拜不是,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敬拜就是礼拜天来教会, 敬拜不是礼拜天来教会而已,你的敬拜不只是单单礼拜天的一个半个小时,如果你一个礼拜才拜耶稣半个小时,真的是你的敬拜不是一个完全的敬拜,耶稣所讲的敬拜是一种生活,大家跟我讲敬拜是一种生活,阿们,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那个敬拜啊,不是 就是环境,不是地点,不是时间,不是时候,你的生活就是敬拜,你这样敬拜上帝不是礼拜天来这个半个小时,多了一半个半小时来听牧师讲道,然后就常唱歌回家了,这不是神的要求,你的敬拜是一种生活,就是在你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你的言行矩创造始祭是一种敬拜,如果你只是留在礼拜天才来均拜不除了,你不是完全的敬拜者,更可怕的,有些人交会,那一个半小时就 就白白的浪费掉了,看看手表,看看手机,然后人静在这里,灵魂飞到满天飞,你的敬拜又怎么样了,更是糟糕,连了一个半小时的敬拜都浪费掉了。 耶稣所讲的敬拜是一种的生活,一种的生活,就是不管你是在礼拜天,你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你的生命就是一种的敬拜的呈现。 其实我站在这里,我看你们敬拜神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敬拜和生活的层次达成群,因为敬拜是不能骗的,就好像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他喜欢这个东西,喜欢吃,你买一样东西给他吃,他喜欢吃,他会吃了自然,他不会硬承,他很好吃,小孩子是这样,敬拜和生命也是一样,你的敬拜的生命如何, 你是能够表彰,能够彰显出来。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一二三。 事后讲到,如今就是了,他真正败复的,他用心灵和真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阿们。 所以这里讲什么呢?主看重真实的经拜他,一起讲。主看重真实的经拜。 原来啊,每一次你经拜的时候呢,主就在看,主耶稣在看哪一个人在经拜他。主在寻找真正经拜的人。 意思说呢,神经讲,这个真正拜父的人。另一句话,用negative,就是负面的话来讲,有些人不是真正的拜父的。 有些人来教会不是真正的拜父啊。耶稣正在寻找那真正拜父的人。真正献上经拜的人。 然后我们来看这些的言文。真正,真正的希腊言文叫,Elepinos。 什么意思呢?是真实的、诚实的、正确的、真诚的、真心的、没有不完全的、没有缺陷的、没有谁家的。 哇,这个字典啊,里面的意思啊,就够讲明确了。 你的敬拜是有真诚的吗?你的敬拜是有真诚的吗?你的敬拜是有真诚的吗?你的敬拜是有真确、真诚、真心、完全没有不完美、没有缺陷、没有谁家的吗? 这个是你的要怎么样讲啊?你要自己看,自己分开。在你线上敬拜的时候,是不这样的敬拜。 也就是说,真正的敬拜,Elepinos,是没有实家。 也就是说,你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你出去跟人家交往多好,你是用心灵和诚实,真正的敬拜。 如果你跟人家交往多好,你还是有撒谎的。你的敬拜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敬拜。 一个真正的敬拜,我刚才讲,是一种的生活的lifestyle,而不是那个半个小时,不是来教会的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看重敬拜。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经文。 我们再读一次, 这时候讲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圣经讲,我们为什么要敬拜? 敬拜的目的就是爱慕。大家敬拜的目的爱慕。 敬拜的目的爱慕。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要求他敬拜? 我因为呢,上帝要求我们用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 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人。 你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来献上你的最深的爱情给耶稣。 除非,除了你用你的敬拜。 敬拜是唯一完全能够展现,能够表露你的爱给耶稣的地方。 如果我们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其他的信仰不一样。 其实我们拜道教,我们可以出一十五来拜。 所以我们常常那种态度,哎呀,不应该来拜。 我已经聊天了,有心不够了,有事啊,不方便,不要紧了,我们的神知道的。 我们有时候用这样的心态来拜神。 为什么我主张礼拜天你一定要出席那个一个半小时的崇拜? 你一定要推掉不惜任何的代价,一定要推掉把那个时间十一点到十一点半的时间。 一定要分别为神给上帝。 不是因为牧师要交差,不是因为要看点人数。 我看很多人来参加聚会也好,不是这样的。 你的敬拜,你要跟上帝交差。 而我做牧师,我要牧养你。 我是make sure你能够做能够讨神喜业的一个子女。 我能够帮助你,尽量能够帮助你的如何讨神喜业。 因为我知道如何讨神喜业的那个秘诀。 所以鼓励你礼拜天来敬拜,不是为了attendance。 也不是,哎呀,不是我来报道,不是这样。 你的敬拜是因为我要make sure你们有给敬拜的上帝。 当你的生命有给敬拜的上帝的时候,你就讨神喜业。 当你讨神喜业的时候,你跟神讨东西的时候, 上帝很高兴很乐意的,都给你了。 因为你跟祂有一个关系。 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爱的关系。 你是跟神,这位神是亲密的,有亲近的,有关系的。 所以敬拜的目的是因为你为了爱。 不是因为我来教会,因为那是习惯。 所以我想讲,如果你来教会没有信耶稣,又不是为了爱耶稣的缘故, 你来教会一定会下地狱。 很恐怖哦,就是讲这样的话,真的是这样。 我不想骗你,我不想瞒你,来教会不能确保你的上帝。 除非你信耶稣和爱耶稣。 因为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建立在你跟祂有一个爱的关系。 我想讲,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就很大有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建立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字眼,圣经有在一句话里面, 这个字眼里面,重复了两个拜。 圣经讲的拜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哦。 在希腊语语,在希腊语语叫Prosponeo, 大家讲Prosponeo。 Prosponeo的意思是这样哦, 是一个,不是你想到拜就是哦, 那想拜,或者我们拿手举手起来,这样拜过来。 这里的拜Prosponeo意思是,一个人跪下来, 来到耶稣的脚前,起一下耶稣的脚。 这种敬拜。 我们看到没有,这种的敬拜, 你多少次你的敬拜里面是这样给耶稣的? 有时候我们啊,这手好像还好几百, 还好几百斤重,拿都拿不起来。 那时候提死耶稣。 有时候我们来的态度啊,好像很不甘愿这样, 好像耶稣欠我们几百万,很不甘愿这样。 圣经讲,拜是Prosponeo, 那种来到上边面前,会在耶稣那里替祂的讲解。 这是完全降伏的期待。 你问你自己,在你的敬拜的二十五个礼拜, 一年二十五个礼拜里面,有多少次是, 真的是给耶稣Prosponeo的? 多少次是应酬的? 哎呀,哎呀,来教会就是这样罢了。 习惯性啊,每个礼拜都要来的, 每个礼拜都做这样同样的事情。 耶稣要求你的Prosponeo。 大家跟旁边讲Prosponeo。 Prosponeo。 对,kiss耶稣一下的这样子。 你kiss耶稣一下的没有。 kiss耶稣一下的没有。 所以,这个是敬拜。 敬拜的就是你最深的爱情。 我问你啊,其实很简单啊,我给你一个方便。 如果你看到牧师有一天满街走满街, 看到人就kiss他一下, 你会觉得牧师是神经病了吗? 肯定有病啦! 不可能随便找人kiss的。 你只有找你有爱护的对象, 你爱的人才能kiss的吗? 对不对? 所以你爱耶稣吗? 你Prosponeo耶稣吗? 你要kiss耶稣。 这就是爱。 所以敬拜的目的是, 因为你对这个神啊, 有深深的爱人。 你不要把你最深的爱情, 献给耶稣。 Amen。 接下来我们来看。 Next,下一个slide。 对,我要少一个。 敬拜建立在一个深深的爱, 这里讲过了。 Next,我们再读吧。 这个经文一定要背到很多位置啊, 一二三。 时候讲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而拜他。 Amen。 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 有两次重复到父这个字眼。 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 Apa。 牧师啊? 不是。 大家讲, 敬拜对象, Apa父。 Amen。 所以你要明白, 所以你要明白, 你今天来价会不是来, 找其他人, 找朋友, 你要找一位, 就是我们的Apa父, 天父, 他是我们敬拜的推向。 我刚才讲, 敬拜是建立在, 亲密的关系。 他是我们的父亲, 你是怎样对待, 这个天上的Apa父啊, 你的敬拜的时候。 有些人在敬拜的时候, 看看东, 看看西。 然后, 观点睛敬拜, 他在那边, 不知道怎么样的。 人在这里, 灵魂, 灵魂飞掉了, 飞到中国, 泰国, 印尼, 印度, 其他地方。 所以, 我还是再次的提醒, 宋姐妹, 这个敬拜是因为你真身有关系, 你有两次提到父, 事后将到, 然后敬拜是恢复, 你起初的爱。 你, 为什么你会信耶稣? 因为你, 被耶稣感动, 你知道这耶稣真的是很好, 但是有人啊, 是很善变的, 人呢, 的本性是很善忘的, 我们可以慢慢的淡忘对耶稣的爱, 那开始祈求的爱啊, 我常讲的那个三分钟热度, 三分钟热度, 你对耶稣的爱还有在吗? 如果, 为什么你要敬拜, 就是要每天保持你每个礼拜, 来到敬拜, 来到教会聚会, 你就是保持那种对爱, 对神的爱慕, 你起初的爱不要失去, 不要失去, 不要失去, 所以, 这个是敬拜, 接着来, 我们来看我们这些敬, 我们这些敬拜的人怎么样, 来再一次,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教我们这个人拜他, 他要求我们啊, 这些敬拜的人什么, 要诚实, 就是说, 诚实包括什么呢, 敬拜者, 大家讲敬拜者, 敬拜者, 圣识节以信心, Amen,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有, 圣节, 然后圣节, 我们来看这个是诚实啊, 诚实的言文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诚实叫做, Aletea, 是指一个人的纯正心态, 没有假冒, 没有欺骗, 没有欺骗, Amen, 所以就能够来到法定面前, 用你最真诚的, 最真的那一面, 或是伪装的, 或是带着面具来的, 诚实, 诚实也包括你自常的生活里面的诚实, 哈喽, 请问, 阿圣你在哪里, 我在读书, 其实他在玩给, 诚实, 其实诚实就是一种的生活, 敬拜是一种的生活, 诚实也是你的生活里面, 必须要的, 那么来看一下, 什么是圣节啊, 什么是圣节的, 敬拜, 敬拜是活在圣节, 你看大家, 敬拜是活在圣节里, 诚实也包括你自一种圣节的, 一个呈现, 我们来看这个圣节的意思是什么啊, 圣经有给圣节一个很美丽的诠释, 我们来看啊, 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一下, 一二三, 谁能登耶尔华的圣,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手结心心, 互相习惯, 其是不怀悔他的人, 一三天, 那你日圣节的, 只有以色列的赞美为好做的, 阿们, 圣经讲, 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啊, 圣节, 什么是圣节? 圣节就是, 这里最美丽的一个圈子, 什么圈子呢? 那些, 如果, 什么是一个圣节的人? 圣节的人是手结心情的人, 没有说虚妄的话, 启示不怀诡杂的人, 然后, 另外一处经文在四篇二篇第三节讲讲, 当你是圣节, 上帝是圣节的, 我们, 上帝是圣节, 所以我们要用圣节来敬拜他, 好像今天的, 敬别人敬拜的那个歌词也是, 神皆归我出, 为什么要唱圣节? 因为, 上帝是圣节的, 所以我们要把圣节还给他, 我们用赞美, 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但是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 用赞美来赞美他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赞美当中, 设立了宝座, 什么是宝座? 就是他坐的地方嘛, 就是他, 他, 他够留的地方, 他的居所, 你要上帝以同在吗? 你要用赞美, 你要上帝以同在吗? 你必须要用圣节来, 来吸引他, 哇, 牧师你讲这句话, 很严重叻, 还能够吸引上帝, 对啊, 你的圣节是吸引他, 以你同在, 如果你有个圣节的奢法, 你真的吸引上帝, 把它去, 你逗留, 你这样留一个, 好像你请客, 你请一个人到你家, 来啊, 来我家, 逗留啊, 坐两个小时, 坐来要请, 你一定有好东西来, 留, 把那个客人留, 留下来, 你今天呢, 怎么把耶和佛上帝, 留在你的身边, 你怎么把上帝, 以你同在这个东西, 落实呢, 就是用圣节信, 把圣节归给他, 把圣节, 把他, 特地居下来, 以你同在, 也就是为什么, 今天教会啊, 那敬拜和赞美, 失去力量, 如果你读圣经, 你明白, 圣经早期教会啊, 那些聚会的人啊, 聚集在一起, 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圣经讲什么, 聚会完后, 那个地震动了, 你要震动天, 你今天是大声喊, 尊重天, 可是地都没有震动的, 你要的, 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失去那原来的力量, 因为我们没有把圣节, 还给你, 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一份的圣节, 敬拜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这个一系列的正式敬拜, 能够帮助你, 低用你们的态度和敬拜, 包括敬拜, 令敬拜, 这个到我几乎是两年前, 我不常讲, 两年过后, 两年之后今天我才讲, 敬拜真的很重要, 你想一想啊, 一群没有圣节的人, 敬拜一位圣节的神, 会是怎么样的情, 在旧约, 如果你不圣节, 你来敬拜上帝, 你会敬拜到一般, 为什么你躺在我旁边, 睡觉啊, 不是, 他被上帝的圣节杀死, 所以今天又虽然我们来到新夜, 圣节, 耶稣把那个葛灯, 那个帐幕, 撕开了, 然后我们可以自由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 而你犯罪, 你今天还没有被杀死, 这是恩礼, 但是我们更应该的感恩, 更应该的用全心全力来敬拜, 如果你不圣节, 又来敬拜的, 在就业里面讲的就是, 一个, 你在献烦火, 你是献烦火, 神经讲, 他们献祭, 上帝是用火的献来上祭嘛, 就业的时候, 如果你不圣节, 你就是献烦火, a strength fire, 很奇怪的火啦, 当你献上这个奇怪的火, 不属于上帝的火, 上帝是降下火, 还把你扫掉, 就业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新夜, 我们真的要好好看待这些奇怪, 所以你所做的礼拜给你来到教会, 你所做的, 不只是唱唱歌, 然后领敬拜, 不只是点咖, 这首歌很久没有唱了, 恩,很不错, 这个样很好, 这个样的歌可以搞一搞气氛, 我选这个, 这个是我喜欢的, 最喜爱的歌, 登丽君唱的不是他, 这首歌我喜欢的, 我就拿来唱, 不是这样的, 就是不是敬拜, 这样就是我们对神不认真, 他们口里葬礼神, 心却焉, 所以我们敬拜神, 不要只是口唱罢了, 法罗讲说, 口唱心合的, 葬礼神, 口要唱, 心要合, 不要心给他跑掉, 等下情况, 唱不了, 那里唱不了, 浪浪浪浪浪浪, 不要这样, 这里等着才讲, 让你的心安定下来, 让你的心留在这里, 来敬拜他, 今天的问题, 是, 你站在那里敬拜, 你是站在耶华的山上呢, 还是, 还是三下敬拜, 不要坐三脚下的男孩好不好, 你要上耶华的山来敬拜, 谁能站在祂的身份所缘, 不要你们, 我不要每一个人都在这里, 巴基可是很, 诶, 上帝说, 诶, 明明这里有个十个人, 为什么才有十个人呢, 为什么有十个人, 另外十个人的心已经跑掉了, 你要到山上来敬拜, 不要再上耶, 阿们, 那我们呢, 你的生活, 还有, 我有SNS给你们说, 敬拜为什么重要, 是给上帝呢, 给你的, 我有问一个问题, 今天, 你的生活, 如果欠缺圣洁的时候, 你的, 你不要sorry,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生活, 圣洁, 你的敬拜就能够专注, 许多人, 来敬拜的里面呢, 他感受不到神的存在, 因为就是欠缺这一分的专注, 当你圣洁的时候, 你有圣洁的生活的时候, 你就能够专注来敬拜神, 你专注敬拜神的时候, 你就能够感受到神的存在, 你谈过讲, 不是我敬拜神, 不是不要敬拜神, 他们敬拜这么差, 领敬拜的这么差, 我都感不受感受不到神的存在, 神的存在, 不是你那个人领重要, 而是你的心重要, 如果一个人, 活在罪恶里面, 他是无法击中的, 因为魔鬼常常碰到, 哎呀, 你不要夹夹, 你这个魔鬼, 你也是魔鬼来的, 你跟我是同肩的, 你记得亲戚你在做什么吗, 记得亲戚你在做什么吗, 记得亲戚你在做什么吗, 记得亲戚在做什么吗, 你跟巫师讲天话, 所以魔鬼常常的碰到, 上帝要你圣洁, 是因为你能够专注来敬拜他, 不是为了上帝, 今天上帝够荣耀到一个程度, 不需要你敬拜他, 也一样荣耀, 但是今天敬拜是为了谁, 为了我们, 让我们不再活在魔鬼的空道里面, 让我们能够圣洁的时候, 我们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 更亲密更亲近, 也不是为了上帝, 为了你, 阿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 要圣洁才能达到神的宝座前, 阿们, 第二, 再来, 时候将到, 如今,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拿, 因为不要这样的人来拿, 刚才讲诚实, 现在讲心灵, 心灵是能看到的吗? 不能看到的吗? 对不对? 所以, 心灵不能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讲, 不能看到叫, 信心才能蒙愿, 大家讲信心才能蒙愿, 信心才能蒙愿,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当我再训下去的时候, 当你敬拜的时候, 你, 拍手啊, 举手啊, 跪下啊, 跳舞啊, 你是为了什么? 你来教会, 你看到一些人都在拍手啊, 有些人跳舞啊, 有些人举起手, 有些人跪下, 有些人敬拜, 他们在做秀啊, 上帝都没有在, 是吗? 你都看不到上帝, 你做给谁看? 做给人看吧, 你看这个人, 不要演呐, 是吗? 是这样吗? 不是, 有些人啊, 为什么我们要开手, 为什么我们要举手, 为什么我们要跪下, 为什么我们要跳舞? 你可能说, 这是教会的传统啊, 教会的习惯, 如果不拍啊, 就很闷一点咯, 我们这些神招会的, 有点要点招会一下的吗? 不招会就不叫神招会了, 有人这样讲, 是不是这样? 你可能说, 哎呀, 没有办法啦, 抬上那个, 敬拜的灵, 就叫我们举手, 我们举手咯, 不是叫举手举手啊, 不是叫拐头拐头啊, 我从来都不过问的, 我们都不听话是吗? 是不是这样? 敬拜, 是什么? 我们继续看下去, Next 那来跟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信心有所望知识的自己, 是为见知识的切记, 那接下来, 这样信心若没有即为知识的, 信心的还给权利, 什么是信心? 信心是因为你没有看见, 因为你肯定相信, 今天我常常比喻信心, 比喻信心是这样, 如果我拿一张椅子, 我坐下来, 哎, 我就问, 还在坐下之前, 请问大家, 你相信牧师坐下去没有事情吗? 你有信心说, 牧师坐下去没有事情吗? 你有信心吗? 反正你看到那椅子就是四只脚的吗? 肯定会跌倒的, 你需要很大信心吗? 就行吗? 所以这不是信心, 当你看到那椅子是三只脚的, 少了一只脚, 然后你说在他怎么说? 请问大家, 你有信心? 或是坐下去是不会跌倒的吗? 那椅子还是稳稳的吗? 你就要有信心, 因为他少了一只脚, 信心是你没有看见, and yet, 你相信, 所以他跟相信是有分别的, 相信是你因为, 什么是相信? 相信是你收集了很多的资讯, 你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你感受到, 你开始相信, 信心不是这样的, 信心是你没有看到, 就算你的感觉告诉你, 你必须别的, 一定有脚, 一定有青的, 但是你有信心相信, 所以信心跟相信是有分别的, 阿们?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开手啊, 要, 要, 要举手, 要跳舞, 其实很简单, 信心的敬拜, 是相信神, 就出在我们当中, 阿们? 阿们? 好吧, 我们大家一起来, 念这句一下, 一二三, 信心的敬拜, 是相信神, 尽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你有感觉到有奇怪吗? 你来教会那么久, 你都没有看到有耶稣的神像在这里啊? 还是, 教会没有的? 教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雕像? 你不要说来这里的啊, 你去高峰吗? 以后的教会, 你去哪里的教会都一样, 除了天主教, 不要讲啦, 他们还相信耶稣定在释迦, 还没升天啊, 所以没有办法啊, 你引量他们, 我们, 我们整个基督的信仰, 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坐在天上了, 啊, 昨天当我们还在这里敬拜呢吗? 耶稣已经给我们攻杀, 阿们?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的上帝就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不认同人家说, 无论你今天带着怎么样的心情来, 他都能接纳你, 这是骗过来的, 骗过来的, 如果你知道你的活啊, 万王之王, 万祖之祖来到我们当中, 我看到有些人啊, 还能够坐在那边, 手也不拿起来, 也, 我们讲啊, 最近那个, 养你阿公的老婆, 王母来, 我们就看到很多女人在那边, 我们都能够, 我不要讲那个, 那个, 那个, 王后啦, 就很普通的, 零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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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都很尊敬的站起来, 啊, 这样,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尊重, 我们想一想每个礼拜, 我们来到上帝的家, 我们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有的态度是, 哎, 填路牧师叫, 哎, 那领仓的叫拿手拿手, 什么, 那种态度, 那种心态,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敬拜, 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 要举手拍手要跳舞, 因为, 如果你的王, 你的万王之王, 你的万主持在我们当中, 我们不可能没有那个敬畏, 没有不可能, 没有那种的惧怕的心, 但是我们都是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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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度是很聊聊聊聊, 很清拆拆的, 因为, 我们没有, 敬拜, 必须要有信心, 要有属灵的, 有信心的眼睛看到, 耶稣主持在我们当中, 他像我们唱那首歌, 神圣灵为我主, 神圣灵为我主, 晚期要回拜, 晚我要承认, 看荣耀君王将领在这里, 你看到吗? 没有看到, 但是, 你凭相信, 凭信心相信, 主耶稣, 这个荣耀的君王将领在这里, 主耶稣, 为什么我们需要敬拜神, 好像, 我们不是小天啊, 我在那边开手, 然后那边举手, 那边又跳舞, 然后跪下, 我们不是小天啊, 我们是相信, 耶稣在敬拜的时候, 祂就在我们当中, 阿们,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还有, 圣经说, 没有, 没有信,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如果你相信耶稣当中, 又不拍手, 又不举手, 又不跳舞, 你的信心是死的, 因为, 你的信心, 根本就是不相信的一个信心, 如果你的信心相信主耶稣当中, 我们就会很专注, 很投入的敬拜, 很用你的所能, 全能, 我常常讲一句话, 是我年轻的时候讲的, 但是我还是很受用的, 我今天, 还是仍然很坚持, 相信这个, 如果你的敬拜, 听好啊, 这不是可可, 但是这可以作为参考, 穆斯里讲的一句话, 如果你的敬拜, 不能敬拜到, 让你汗流下飞了, 你还不是真正的敬拜, 如果你今天的敬拜, 没有让你汗流下飞, 你的敬拜还是不够, 牧师你这样讲的有点可疼, 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耶稣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 被出卖的那一个晚上, 他在那里, 他跟门徒, 所有的门徒, 都吃了最后的晚餐之后, 他去了那里, 他独自一个人在克西, 克西马尼远, 那边祷告, 圣经讲, 他用所有力量, 拿起一块石头, 丢, 就是那个距离, 那么远的距离, 来祷告, 圣经讲, 他祷告到一个程度, 流汗, 流汗, 血如猪, 汗猪, 这样流下, 其实, 言文来讲, 他, 原文的意思是说, 他祷告到流血, 和汗猪一起, 掺杂自己。 耶稣在被卖, 被人盯着的架, 被卖的那一个晚上, 他的祷告是重点。 换句话说, 简单, 我讲, 你要摆坏一点, 耶稣的那一刻, 奈莎拉的祷告, 是用全人, 全心, 全灵, 整个灵魂, 整个身体, 都庆祝在那个祷告里面, 因为那是他最痛苦的时候, the painless moment, 最痛苦的时候, 今天, 换来, 得到你和我能够自由来到神的殿中的敬拜, 我们能够每一次的敬拜, 用你的全人, 全灵魂, 庆祝在那个敬拜里面, 他都配你, 把你的灵魂, 把你的身体, 都庆祝在你的敬拜里面, 我觉得每一次的敬拜, 都配得, 他都配得, 我们用我们的身体, 所有的力量, 我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书里面的例子, 而不是我里面, 讲章里面的, 这是一个感动, 如果有一天, 我能看到你们, 当然, 姐妹不用拿着姐妹, 我能够看到你们, 为主耶稣疯狂的程度, 把外衣脱掉, 拿着衣服来, 站里, 脱着衣服来敬拜神, 这个是一个, 多么一个, 啊, 我才没有这样疯呢, 你才跟我讲, 牧师, 你只要做一个疯狂的事情, 圣经里面, 真的是有这么样疯狂的, 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圣经讲大为王, 打了圣战, 走在人的前端, 脱掉衣服来, 他的身份是尊贵的, 是一个国王, 一定要有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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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脱掉衣服, 他在那边跳舞, 他说, 我是个王, 我是整个以色列的国王, 但是, 我有一个王, 我的军王, 我的军队也和, 军队也和, 我的皇席, 我记得, 难道我还不堪, 会想, 他能力, 为什么, 大为, 甚至讲, 大为是赤上帝, 心意的一个人, 因为他懂得, 考神的事业, 他知道怎样, 做什么意思, 做出上帝的事, 他做一个很疯狂的, 疯狂到一程度, 他的老婆, 马上你是神经病的, 你是国王, 你脱衣服, 这么休息啊, 这么不要你, 大为讲话, 他也说, 我, 敬拜, 也和现在, 圣经讲的敬拜, 圣经姐妹, 就是如此的敬拜, 所以今天我跟你讲, 敬拜的真相, 我把所有的真相给你看到, 让你看到, 你过去的敬拜, 是否是有利害的, 敬拜是一种生活, 敬拜是一种态度, 有时候我的心有点冷, 虽然我们不小, 我们不大的聚会, 我们不大的聚会, 我们在这里十多二十个人, 但是有时候我心有点冷, 真正在唱, 真正唱出来, 我听到我声音, 只有六七个人, 其他人在做梦, 我整个不是批评, 也不是折骂, 但是我是希望说, 敬拜, 你用你的心灵, 上帝不理你的歌声好不好的啦, 牧师就常常唱走音, 唱走调的啦, 踢都跑调的, 以前我的牧师在唱, 我在敬拜的时候, 我在领敬拜的时候, 我牧师每次都拿, 后面拿琐事, 摇摇摇, 提醒我不要走踢, 不要走踢, 是, 我这样走踢的人, 也是领敬拜, 我也是这样敬拜神, 所以兄弟妹, 歌声好不好更重要, 心要给耶稣的才是最重要, 我希望从下一次的敬拜, 你能够唱出来, 让你的声音给主听到好不好, 阿们, 阿们, 最后我来看, 我们再来读, 诗篇100篇, 第4节1,2,3, 当称谢基督他们, 当赞美基督他的愿, 当赞谢他, 称颂他的名, 大伟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们当称谢基督他们, 当赞美基督他的愿, 就是说, 敬拜是怎么样的, 要有, 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中, 因为当我在做这个结尾的时候, 敬拜, 你必须做好准备敬拜神, 阿们, 做好准备敬拜祝, 做好准备敬拜祝, 有的人啊, 在还没有来之前啊, 他就跟老婆吵架, 然后跟打孩子, 教训孩子, 带着很急差, 很急坏的心情来敬拜神, 你做好准备, 我不能举别人的例子, 当我举别的例子的时候, 我就得罪了别人, 我只能拿我自己来做例子, 你知道我礼拜, 我礼拜天的敬拜, 我是在家已经准备好了, 我不管我当天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我都是用最愉悦, 最快乐, 最极好的心情来敬拜他, 敬拜神, 因为是他会的, 我的问题有多大, 都不大过我要来敬拜神, 我会忏且不想, 我的敬拜是怎么样准备的, 晚上, 拜六, 晚上, 回到家, 我要把衣服装好, 边边, 烫好, 裤子弄好, 裤带弄好, 圣经放好, 做好什么东西, 做好之后, 我们早上五点半我就起床, 我做好准备, 我不是不要准备, 我睡不醒了, 如果我真正那一个礼拜, 我睡不醒, 我那个礼拜, 我真是很糟糕的敬拜, 我认识整个情, 状况也是很糟糕的, 我总是做好准备, 在几时, 不是礼拜天的当天, 礼拜六的晚上, 我做好准备, 我不要刚刚搞不好的, 又忘记, 拿什么东西, 我要make sure everything, 我要拿的东西, 这叫准备好, 你老四人吵架, 你说, 曼弟吵好吧, 你老四人吵架, 曼弟在吵架, 我要净拜什么, 这叫准备, 打孩子, 我拜一个修行路, 我路途, 真的, 是这样的, 你要有这种心态, 把最好的解释, 阿们, 不要, 不要拜六七八八之后, 跟你朋友吵架, 跟男朋友, 礼拜天来的时候, 就碾碟黑的来敬拜神, 上帝有没有得罪你, 是你了, 有没有得罪你罢了吗, 是吗, 明白吧, 是我们, 我们要有很正确的心态, 来敬拜神的事, 做好准备, 来敬拜神的事, 圣经讲, 一个敬拜神的人, 是做好准备, 收拾好你的心情, 不要托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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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神仙, 主要敬拜神仙, 阿们,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接下来最后, 来, 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 必须用心灵而成事拜祂, 上帝是个灵, 意思说, 你不能看到上帝, 因为祂是个灵, 那么你要敬拜神, 你不是用你的嘴唇敬拜祂, 不是用batten敬拜祂, 不是用其他东西敬拜祂, 不是用其他东西敬拜祂, 上帝是个灵, 所以你必须用你的灵来敬拜祂, 有的人用头脑敬拜祂, 所以跟他as不到, 不同的levels, 没有, 不同的channel, 所以你的敬拜祂常常, 上帝是守不到的, 因为你只有头脑, 读这个, 哦, 敬拜神看着直言, 这样跟着唱, 所以你是用头脑敬拜祂, 有的人只是用眼睛敬拜祂, 有的人只是用嘴巴敬拜祂, 唱唱唱唱, 好像唱卡拉OK这样, 礼拜六唱卡拉OK, 礼拜六唱卡拉OK, 礼拜六来家会唱卡拉OK而已, 上帝是个灵, 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而成事, 敬拜祂, 你上帝是个灵, 你必须要用你的灵, 不是你的, 你的魂罢了, 不是用你的身体罢了, 最重要是你的里面最深, 你的人, 你的人里面最深的深处, 灵人来敬拜这个上帝, 听问上帝是个灵, 当你用灵, 你的灵跟上帝的灵一起来的时候, 上帝才能够收到你真正敬拜, 而且圣经讲, 只有心灵和诚实, 你要敬拜上帝, 你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没有其他, 不要用, 不只是要用你的嘴巴, 不是用你的金钱, 用你的时间, 用心灵和诚实, 我们来看看, 这个, 主命令如此, 敬拜祂来讲, 主命令如此, 敬拜祂, 我们来看, 必须, 这个言文叫什么意思啊, 必须, 这言文叫die, 大家讲die, 必须啦, die, sie, die, 就是, 什么是die呢, 就是, 应当的, sorry, un-type, dye什么意思, dye就是, 应当的, 必须的, 择无旁败的, 正确而合一的, 或者命令的, 上帝命令我们用这样的敬拜, 今天, 市场上有很多种的敬拜, 这样的敬拜, 那样的敬拜, 或者这样的敬拜, 上帝, 我们回到耶稣教我们敬拜, 你要怎么样敬拜上帝, 因为上帝是个灵, 你要用你的灵人来敬拜他, 而且这个, 这样的敬拜是上帝, 祝耶稣命令我, 还有, 再结束, 我告诉你一个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们信耶稣, 一天我们会跟上帝见面, 我们会在, 将会永远永远在天堂与祂见面, 对吗, 牧师有讲错吗, 我不是邪教啊, 我们永远永远跟祂在一起, 然后我们在天堂做摩, 啊, 敬拜嘛,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知道, 你今天最好battle, 清楚知道, 你回到天堂, 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敬拜, 牧师把这个问题给我们, 如果你在这人世间, 所有拥有的日子里, 没有好好写系来敬拜神, 你回到天堂, 你将会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你在神世间, 没有好好写系敬拜神, 因为回到天堂, 你要只厌不停的敬拜, 上帝给你一辈子的时间, 给你一辈子的时间, 去学习如何敬拜, 没有人到今天任何的教会, 也没有人任何教会敢说, 他们敬拜是最大的, 我们都在随时当中, 我们要把最好的敬拜送给你, 如果你不学习敬拜, 你回到天堂, 讲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你要不停的敬拜他, 二十小时敬拜他, 如果一个半小时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痛苦, 你要想想, 自己的敬拜是多么痛苦的,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 所以, 来献祖, 我们讲完了, 敬拜的真相, 要讲敬拜的悲伤是阿妈父, 敬拜的悲伤是阿妈父, 敬拜终极慕亦爱慕, 敬拜终极慕亦爱慕, 敬拜者, 敬拜在者, бы奋结于心心, 讲敬拜不能造, 我们讲敬拜不能有敬拜啊, 我们才敬拜言吃好不好, 我们把最好的敬拜来做的礼物, 今晚今天的、敬拜的结书好不好? 来敬拜作伞。